3. Same layer 均等层次 由于头部为曲面状,以基准部约4厘米幅度的中心位置作为基准,可以考虑为整个头部是呈垂直状态分布的,将梳子放置在该曲面的接点位置,与切口间呈平行状态来引导梳子的直线线条。 3. 将其中的一部分放在一边,另一边作为引导基准,重新拉出两厘米的长度,先理测算一下作为引导基准的两厘米的外侧点A,内侧点B,其中间点C。 从C点起,稍稍削减B,剪刀会向前行动到新的发术的外侧点。 像这样利用直线所修剪的切口,透过削减B,就会修剪出与头部圆弧形相一致的圆弧形。 同样再把两厘米的发术向前进行移动。 修剪时,要与头皮保持平行状态。 对侧发区侧的角度稍作修剪。 最终,令修剪出的线条能够与头部的圆弧形成平行状态。 这样,头部的正中线就修剪出来了。 修剪时,要注意从头发根部进行梳理的环节。 发术的拉出角度,以及90度梳法。 从发术的侧面检查角度。 结合头部正中线修剪侧发区第一层的第一发片。 修剪时,要令其与头皮保持平衡的状态。 第一层的第一发束,约取4厘米的长度。 甲发上都带有位置标记。 修剪时,要与侧中主线保持平行状态。 并要分别以1.5厘米的幅度向前进行。 这里拉起的角度,也是以发术长度的中心位置作为基准的直线的平行线。 此时请注意,左手发术侧的位置,右手剪刀侧的肘部的拉伸方法。 追加新的第二发术,以90度梳法。 第一发术加第二发术的中心线上,将第一发术作为引导发术进行修剪。 将发术提起进行修剪,以令其与头皮呈垂直状态。 放下第一发术,将第二发术作为引导发术,拉出新的第三发术。 用梳子从发术的里外侧进行梳理,将第二发术和第三发术合起来的发术提拉到与头皮间呈垂直的状态。 修剪时,要沿着与头皮平行的方向进行修剪。 修剪到第一层的前方位置时,头皮的角度就会发生徐徐的倾斜。 应该清晰角度,确定发术提升至与头皮呈垂直状态时的位置。 再分别以约1.5厘米的幅度向前剪发术,为避免颈部正中线出现错位。 请注意发术的角度。 第二层部分是从第一层起去2厘米的引导发术,再令其与新取的2厘米发术相一致。 分别以1.5厘米的幅度向前修剪。 修剪时,要保持与侧中主线相平行的状态。 第二层以后基本上都是反复进行这样的修剪动作。 将其中一半的发术丢下,轻添加另一半发术,将其提到与头皮呈垂直的状态后, 对B点稍作切削,呈平行状态进行修剪。 Point。 注意持发术的手的角度,不要发生扭曲。 第三层,修剪时,要与头皮呈垂直状态。 应注意姿势下剪的角度,注意发术发生扭转的状态。 第四层,结合上一层时所拉出的角度,将发术一直修剪到前方位置, 令其形成与头皮的圆弧形相吻合的线条。 注意发术向下拉出的角度,不要过大。 同时,要注意身体的位置,以免发术发生扭曲。 这就形成了侧发区的最终发术。 侧发区部,带有线条的甲发, 至发源线这段距离,被区分为六层。 如果您的按钮给您打赏,请坐上。 恢复过来,请坐在哪里。 如果您打赏,请走上。 请坐 下载。 请坐上转。 这就是说,要是岸前转的刀。 每个人的头部是有差异的 所以请应具体的状况进行区分 为理解头部的圆弧度,请体会一下以平行与发术中心直线的状态自然地修剪出来的最终效果 如展开图所示,拉出所剪切出来的切口,确认有无形成与头部圆弧形相吻合的剪切线 相反的一侧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 相反的一侧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作业 但是要注意以下三点内容 一,拉出的方向相反 二,手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三,剪刀的插入方法会发生变化 作为注意点的就是剪刀是从上方插入的 可是,此时发术会被容易拉向剪刀侧 请确认发术提升到与头皮呈垂直状态的情况 再拉出至正确的角度 Point 请注意剪刀的握持方法 无明纸不要插住的太多 接着进行后脑区的修剪 按照以后中线正中线为中心线 左右各约一厘米 总计为两厘米的幅度 分取头部正中线 另一边 也是以90度梳发提升前额区侧引导线两厘米 和新的后脑区部的头部正中线两厘米 总计四厘米 修剪时 是要从引导部C点起 稍稍削剪掉B部分 放下前额区两厘米的部分 分取新的两厘米部分 该发束也是要同样的进行修剪 这将成为后脑部第一层的引导部分 开始修剪右后脑区 从头部正中线起 修剪第一层成扇形状的头顶部分 从头顶部的点上起 成反射状的拉发束 第二发束也同样以反射状来修剪发束 第二层以后的修剪方法 同样是要采用如下的方法 两厘米引导发束 加两厘米的新发束 提升发束 令其与头皮间呈垂直状态 并按照一定的方向进行梳理 从C点开始修剪 一稍作修剪 进行发束的修剪作业 为避免发束发生扭转 注意要将发束提升至 与头皮呈垂直状态后 再进行修剪 这就是第二层的最终发束 Point 修剪时 要注意保持所拉出定的发束的 拉力强度 第三层 要以四厘米的幅度去层片 采用与头皮呈垂直的方向 将发束拉出 利用与头皮呈平行状态的 剪裁线进行修剪 与头皮呈平行状态 头部曲线较强的部位B点 要修剪的大一些 平坦的部分稍作修剪即可 虽然仿佛进行的都是单调的作业 但是逐一的确认每一个角度 连则按照做规定的程式进行操作 将成为掌握正确的剪法方法的一个捷径 注意发片线和发束的拉出角度 请仔细确认后颈部的凹陷构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片假发中从第五层起 都是在手掌内侧进行修剪的 修剪时还是采用先前的提升发术 令其与头皮呈垂直状态的基本做法 以及与头皮呈平行状态的接口 此时容易向下拉发束 所以要经常注意确认头皮的发片线 修剪时要确保与头皮呈平行状态 另外 也较容易扭曲发束 所以修剪时请确认发片线应与手指呈平行状态 从第六层起 头皮都是朝向内侧的 所以拉发束时要考虑此处的on base 与头皮呈垂直状态提升发束 此处容易忽略发片线 所以修剪时应注意确认发片线 检查剪刀是否与头皮间呈平行状态 到第六层起处 统筹刀是否与头皮呈平行状态 中央者移属变平行状态 根据成功能 统筹刀是否与头皮呈平行状态 可能被统筹刀出并远 预计刃 尾程资格尾程 从中心位置呈纵向继续修剪发术 因为头皮是朝向内侧的 所以头部会向前倾斜 最终发术的修剪 如展开图所示 拉出所剪切出来的切口 确认有无形成与头部的圆弧度相吻合的剪切线 检修时前侧发区要检查的部位 与连接正中线和侧中线主线的横向发片线 后侧发区要检查的部位 为连接正中线和侧中主线的横向发片线 检修时要做成几个自上往下看成菱形的发线 后脑区另外的一侧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作业 站立位置变成了以正中线为中心的相反一侧 剪刀的插入方法也会从上而下的插入 变为自下而上插入 请对于ONBASE的思路 细小引导发术 加新的发术 以及C点的削减方法 反复地进行训练 取钻石式修剪用的发片进行修剪 取钻石式修剪用的发片进行修剪 至此已经修剪完毕 要逐一的对每一个发术的发片线进行观察并修剪 确认头皮的角度 将持有自然圆弧度的内卷吹干 最终形成了所有发长相同 与头部原有的圆弧度相协调的发型 所以造型时重要的是 要能够有效地运用头部的自然圆弧形状 因为外围线最终也会被修剪成原有的发系的形状 所以后耳部会形成内V字形 进行发型设计时 请注意捕捉该特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